第41届国际民航组织iKEL近日召开年会 但台湾今年再次未受邀请 交通部民航局副局长林俊良与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人 在加拿大蒙特罗召开国际记者会 表达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心 林俊良表示台湾是台北飞航情报区的唯一主管机关 在东亚扮演重要角色 区域飞航十分频繁加上近来共机持续绕台 对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纳入台湾 大陆在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 这种片面的实施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确实已经造成除了我们自己的飞航情报区的一个危险以外 也对周遭的飞航情报区造成影响 我们也认为在这个时机国际民航组织应该重新考虑台湾 曾后仁也强调 很多国家认为台湾要参与ICAL是政治性议题 但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共军事演习频繁 以大大影响台湾飞航情报区安全 对国际旅客安危造成影响 我们很希望国际上有所了解 因为中国的这个做法是很明显的违反国际民航组织的一个规定 那他对于我们附近的这些国家的航空的安全也造成影响 不是只有对台湾而已 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里面 能够被提出来做讨论 曾厚仁同时指出据他观察 近年来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上 得到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 尤其今年在争取参与ICAL大会上 也比往年多更多国家支持 而台湾代表团也在记者会后举办酒会晚宴 邀请加拿大 日本 立陶宛 捷克等国代表出席 美方代表则是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现任美驻ICAL代办立英节 而在年会上为台湾发声的巴拉圭 与圣路西亚代表受邀出席晚宴 再次传达挺台立场 作为台湾代表 作为台湾代表 在这41个集团, Paraguay成为了成为的OASI, 我们想起来我们的声音支持到台湾 Soul St. Lucia,在台湾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也认为安全和安全和安全 加拿大联邦众议员贝哲洪则表示 出席晚宴不代表加拿大政府的 意中政策有所改变 但台湾若能参与IKO 对国际将有所注意 大会举办期间 台湾代表团也将与里面相近的友邦 进行多场双边会谈